回到台灣的韓國瑜 他會說什麼 他會做什麼表態 從這一段 他已經知道郭台銘 要選之後的談話當中去解讀 是不是可以解讀說 韓國瑜對於自己 在2020這一局參選 扮演角色 仍然是有意願 而且可能也在積極準備 施責 沒有錯 看起來韓國瑜的談話 是越來越有那種FU 就是他可能要參選的FU 其實坦白講 我看韓國瑜 在美國講話 我會反過來看 就假設他不想選 完全百分之百不想選 事實上他就講高雄的議題就好了 他就講一些市政方面的建設等等 可是當他會談到兩岸關係 當他會談到FTA 自由貿易協定 當他會談到什麼 中華民國的保衛戰 什麼1月11號 什麼台灣艦等等 就是說這一些談話的訊息 就透露很多玄機 這樣的玄機 我覺得大概就是朝向 他可能有想要為國民黨一戰 只不過我覺得現在 因為他現在到美國將要回來的 我覺得時間壓力 他慢慢會有了 為什麼 因為之前他可以本來 在飛機上面就好好想想 對 因為接下來 因為他回來面對幾個事情 一個當然就是郭台銘 在他這個中間宣布參選 這個他會有壓力 因為郭台銘宣布參選 對他而言 他是不是要參加這一局 是否要參加初選 還是他願意被徵召等等 現在郭台銘已經正式宣布 他要參選 發表談話參加初選 對 已經正式宣布了 不曉得他上飛機了沒 他不知道知道這個訊息了沒 肯定知道 這個訊息我想很容易可以知道 換言之 他這個一定有他的壓力 所以他必要面臨 坦白講 現在吳主席就很忙了 本來吳主席 他的會面的場次越來越多了 他現在要跟韓國瑜 王金平 朱立倫 還有郭台銘 當然還有周縣長 對 他都 我想是要分五場 還是要一起見面 就是說當然對於國民黨而言 他現在的回應就是說 郭台銘他曾經是黨員 說真的 他在昨天補繳了黨費 昨天補繳黨費 昨天補繳黨費 你還在爆料 他也做了什麼事嗎 沒有 這我們主辦會出來講 八百塊 指責你現在是副主委 對 副主委 沒有 這是李哲華說的 不是我爆料 這是李哲華他已經有講了 他昨天補繳黨費 周常委叫你要謹言盛行的意思 沒有 繳繳黨費應該沒有 其實我坦白講 我知道郭台銘是黨員 如果是昨天繳繳黨費的話 四個月還沒到 就來不及了 如果他是用繳黨費的方法 來補足他的黨員資格 這個主發會的說法是說 他現在有榮譽狀的王牌 對 就是說郭台銘現在 他有黨員的權利義務 但是他能否參與黨內的初選 這次總統初選 他主辦會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的作業 初選的作業要點 還沒有爆中常會 中常會根本就還沒討論 所以這件事情 恐怕可能要中常會 可以在作業要點裡面討論 對 可能是不是在裡面要定 納入榮譽狀也算是 初選資格這一 坦白講 我覺得 剛才偉翰一開始講 我同意就是說在政治面上 我覺得國民黨讓郭台銘參選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制度面上 我必須要講 剛才偉翰講了一點 事實上國民黨有一個規定 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國民黨黨員繳納黨費辦法 第12條 12條怎麼規定 補繳黨費四個月後 使取得黨 使恢復黨權 他後面還有一個但書 但如果你在第一季 就補繳了過去四年 你補繳黨費只要繳四年就好了 不管你欠幾年 你只要繳四年 50年黨員也只要補四年就可以 那就不在此限 對 那這個就有問題 到底這個第一季 鼓勵大家多繳一點就對了 國民黨怎麼窮成這樣 真的很窮 其實我知道郭台銘 是本黨的黨員的時候 我真的餘有榮焉 對不起 我又要問你說 他一次補繳了四年以上嗎 我不曉得他補 你剛剛不是說他只繳800塊 沒有 不是我講的 800是我問的 是不是繳800 我不曉得他繳多少 因為這個是我從新聞 所以他如果是要取得黨權 他只要繳一年 免除四個月的限制 只要他一次繳滿四年就可以 沒有 可是我們這個辦法 我們這個辦法規定是第一季 你在第一季就往前繳四年 現在是第二季了 你一直這樣 此時此刻是第二季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這個細節問題 恐怕還是要黨中央 再去審酌 但是我覺得氛圍上 我認為你如果不讓郭台銘選 因為畢竟他也借了 國民黨4500萬 還不算利息 又給他榮譽黨員 我會說這個事情要分開來看 如果他不能參選 我覺得這個爭議性恐怕也大 當然我覺得郭台銘 他在這個時候出來參選 當然他正式宣布了 可是最後他是不是一定投入 是不是一定投入初選 我覺得他要再觀察 他已經正式宣布他要投入初選 你現在說他要觀察他要投入初選 為什麼我是這樣看 從今天開始 郭台銘正式踏入政治圈 他以前是企業家 蕭雄賺很多錢 你媽不曉得政治的廚房這麼熱 是不是 英雄 英雄 sorry 英雄 他很有霸氣 其實我很欣賞他 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 稱他為鑄鐵鍋 鑄鐵 就是很那個 你知道鑄鐵很硬 就是很有霸氣 意志很堅決 那不就蕭雄 不一定這樣就是蕭雄 不一定是蕭雄 就是說他在企業界 是一方之霸 蕭雄現在韓國瑜的定義 就是大撈特撈 時間到拍拍屁股就走人 麻煩請注意韓國瑜的定義好嗎 對 但我要講的是說 從今天開始 他所受到的檢驗 他所受到的檢視 考驗 你的意思是說 他會因為政治廚房太熱 所以宣布參加初選之後 覺得好熱好熱 然後就退出了嗎 不一定是退出 或許他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他有沒有可能 轉而再支持韓國瑜 譬如說他有沒有轉而去搭配 等等 我不曉得 我只是說 對韓國瑜又來了 對 坦白講 我們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郭台銘他是一個政治素人 即便他是台灣首富 他是政治素人 當政治素人踏入政治圈的時候 面臨的考驗 面臨的檢驗 以前都是他麻人的 當他現在要變成什麼 總統候選人 或參與初選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我說真的 每天就賭麥 就問他 問他你兩岸關係的看法 美中台的看法 對於什麼經濟的問題 治安的問題等等 他準備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間 國民黨還在進行一個 協調溝通的過程 就是吳主席現在還沒有約 跟這幾個想要參選人 還沒有見到面 見了面以後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然後對於初選的制度 有沒有什麼最後的定奪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觀察 不過最後 你說以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如果說郭台銘宣布要參加初選 顯然國民黨就會因此而有一個初選 所以國民黨會不會繼續的呼籲 或者是要求 或是徵招或是特邀 韓國瑜一起來參加這個初選 會嗎 這麼說 剛剛在講說誰最強 最強棒 事實上民調 這兩天已經有民調出來了 就是說郭台銘 韓國瑜 郭台銘 這幾個大咖想要選舉的人 韓國瑜第一名25.4 郭台銘22.9 王金平19.1 朱立倫18.6 支持度 事實上韓國瑜還是最強 我很難想 我只能說我很難想像 就是說在我們的初選 不管是用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民調 沒有韓國瑜這個角色 因為他現在即便郭台銘加入 韓國瑜還是最強的 沒有他的角色 所以沒有韓國瑜的初選 是一個很奇怪的初選 我認為會 尤其對於很多的韓粉 或是國民黨支持者 希望派出最強的人出來 可能會覺得害羞 也覺得有點尷尬 所以我覺得 因為現在還是要按部就班 現在先看黨主席跟 看看黨費這樣子繳 可不可以 只能按部就班 對 郭台銘這樣的一個出手 把整個盤勢又打亂了 前一段時間就是說 因為韓國瑜他很明確的表示 他不會參加初選 非常明確的表示 是因為一方面他有為難 民進黨會攻擊他 二方面對高雄市民 他很難交代 所以在當時的時候 韓國瑜非常明確的說 他不會參加初選 因此在不會參加初選的情形下 如果要韓國瑜出來就徵招 以當時我們看到的整個台灣 或者是韓粉 或者是國民黨內部的基層 或者是中間選民 都要韓國瑜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朱立倫 王金平他們堅持要初選的 甚至包括吳敦義 那麼都備受非常多的壓力 最後吳敦義宣布他不選了 那就只剩下兩個人的壓力 那就是朱立倫跟王金平的壓力 因為周錫偉很早他就說 如果要徵招韓國瑜 他全力支持 因此只剩下朱立倫跟王金平 朱立倫後來也轉變了 他說徵招我絕對支持 那麼如果說最後會出選 他也全力以赴 他就變成是有條件式的 也就是說如果徵招 他也可以同意壓力 在王金平一個人身上 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民黨在這一個禮拜 開始有點轉變了 轉變什麼 轉變成為叫做民調徵召制 我們在好幾次裡面 我親耳聽到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在我們的談話節目裡面 一直在強調民調徵召制 那也就是說國民黨的中央 要朝民調徵召的方式 也就是徵召的方式來走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把韓國瑜朱立倫鄧這些擺在民調裡面 最後誰最高就徵召他朝這個方向 突然間又轉變了 也就是當郭台銘跳出來說 我要出來選 而且他選的時機非常的精準 什麼選的時機非常精準 就是在韓國瑜到美國訪問的 開始倒數的時候 熱潮起來的時候 已經回到了這個西海岸 準備要回台灣的 這段時間內這兩天突然間他出手 說我要出來選 的情形下 他吃掉了韓國瑜 非常多的新聞 韓國瑜的新聞被吃掉很多 因為每個人都在問 你郭台銘要選還是不要選 他又拖了兩天 然後就開始有拖夢了 馬祖拖夢 關公也可能會拖夢 所以馬祖跟關公兩個很有默契 同時拖夢給他 但是如果郭台銘一旦沒選上的話 這個對馬祖跟對關公就非常危險了 因為他們不靈驗 不靈驗 這個是有危險的事情 這個不太好 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會有危險 因為大家都希望台灣的 馬祖的信徒也好 關公的信徒也好 都希望他們所深信的真神 是靈驗的 那麼他們不希望他們不靈驗 如果不靈驗的話 那就問題就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有點風險 好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 今天的下午 國民黨頒發給郭台銘榮譽狀 按照維翰的說法 解決了他的黨員的身分的問題 解決了他的黨權的問題 榮譽狀會突然間頒發嗎 突然間硬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早狠太深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很早以前就開始在運作了 運作以後 郭台銘要出來選 我怎麼解決你的黨權的問題 我怎麼解決你黨權問題 因為你明明不是黨員 因為你是失聯黨員 你還沒有恢復黨權 你如果要恢復黨權 你就必須要管制四個月 現在四月了 如果再四個月的話 如果為了你拖到八九月 國民黨裁判初選 那還得了 可是所以這個時候 要解決他的黨權的問題 突然間這個榮譽狀出現了 了不起 我就想到中世紀有賦罪券 中世紀有賦罪券 也就是當時中世紀的時候 教廷腐敗的開始 就是賣賦罪券 我也記得滿清 為什麼會腐敗 開始賣官 開始賣官了以後 滿清開始腐敗了 原來國民黨要解決 黨權的問題 也可以用錢來解決 這個了不起 佩服 為什麼呢 為什麼用錢來解決 因為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也就是你剛剛講的2016年 也就是2016年好了 就是2016年的10月26號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的黨主席 叫做洪秀柱 副主席是詹吉賢 國民黨的黨產出了問題了 錢貼都不良 所以他們借貸了兩筆錢 一筆是4500萬 總共借貸兩筆 裡面有一筆 就郭台銘的媽媽 叫初永貞 那麼借給國民黨無息的 也不用抵押品 借給 然後當時詹吉賢就是說 是郭台銘的媽媽 初永貞借給我們 為什麼他會借給我們 他的先生是國民黨的黨員 所以不是郭台銘捐的 是他的媽媽捐的 他的媽媽是因為他的先生 是國民黨的黨員捐的 我相信詹吉賢的說法 因為詹吉賢當時 他一定說的就是事實 所以這個榮譽狀就有問題了 也就是說這個榮譽狀裡面 所說的4500萬 說他在國民黨的時候 那麼究竟是郭台銘 那就不對了 郭台銘的媽媽的錢 就是媽媽的錢 郭台銘的錢是郭台銘的錢 郭台銘如果當時恢復 國民黨的黨籍 就把黨費交了 再把錢捐給 借給國民黨都OK 可是沒有恢復黨籍 還是4連黨員 剛剛指責證實了 他在昨天以前或是幾天以前 他都是4連黨員 突然間一個榮譽狀 而且詹吉賢說的一定是實話 就是他的媽媽捐的 不是郭台銘捐的 既然不是郭台銘捐的 郭台銘怎麼會因為這樣 對黨有功 給4500萬就對黨有功 就頒發榮譽狀 好個訴罪券 這個是非常典型的訴罪券 借我4500萬 我送你一張榮譽狀 我想很多人 要國民黨的榮譽狀的 就借給國民黨 借還是不用 不是給 因為以後要還的 以後要還的 我借你400萬 無錫 你就會給我一張榮譽狀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國民黨 真的是跟中世紀的教廷 可以比得上 郭台銘的講法很簡單 我只參加初選 不接受徵招 我只參加初選 不接受徵招 現在郭台銘恢復黨權了 然後他只參加初選 所以郭台銘一定要初選 因此吳敦義也就順勢 是不是就開始要辦初選 韓國瑜說我不會參加初選 所以韓國瑜秉承在外了 因此初選在國民黨來講 就會出現了 初選那就是有 這幾位人士都要初選了 裡面就是沒有韓國瑜 還要不要民調徵召志 看起來又煙消雲散了 我覺得這個 這了不起 我覺得吳敦義在沙盤推演 大內高手 高高手 我插一句 韓國瑜為什麼不能夠去登記 雖然他以前他講 基於各種考量 尤其是對王精明的恩情 對高雄市民的交代 他沒有辦法去主動去登記 他現在可以講一句 情勢改變 現在郭台銘這一招 讓我當初的判斷的 所持的理由 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去登記 我覺得高雄市民可以亮解的 因為情況不一樣了 難道不可以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戲的好看 就看明天韓國瑜下機以後 第一要不要選 第二要選你要去登記 你不能說我不登記 我還是要徵召 他就把自己決一條死路了 這個事情非常簡單 有什麼難 因為大佬之前也有談過一個概念 最早大佬有談過一個概念就是說 國民黨要用初選還是要徵召 大佬那時候提的理論是說 選不一定贏的時候 是監困險區可以用徵召 所以當時大佬也主張 可以用徵召制 這樣子可以解決韓國瑜的問題 因為當時韓國瑜剛剛選上 你誤會我的意思 所以我聽錯了就對了 情勢又有改變 我基本上是認為 應該要初選制度要維護 但是你國民黨非徵召不可的話 你可以勉為其難的講說 我在台北不一定會贏 我很怕磕屁 你既然怕不一定會贏的話 就可以把它解釋成為 這是監困選區 但是真的那麼監困嗎 真的是怕磕屁嗎 這個是不得已而為之 就是為韓國瑜設身去著想的 就是因為你不好意思去登記 不好意思 今天因為有郭台銘的介入 這個不好意思沒有了 現在對 我覺得這個當然決定權 是在於韓國瑜自己要做決定 這是我不能幫他講話了 因為他要自己做決定 但是我覺得如果韓國瑜 他說我也開始參加初選的話 他之前他不參加初選的 他也沒有說他只能夠被徵召 因為他都沒有說 他沒有說他一定要被徵召 他沒有說 他只說我不會參加初選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韓國瑜說 我改變我的看法了 我可以參加初選 我覺得韓國瑜受到的批評 不只是在於黨內 甚至在於民進黨 也會藉這個機會去攻擊他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對韓國瑜來說 他處在兩難的一個地位 因為確實對於他來講 如果他是被徵召的時候 他對高雄市民比較好交代 這是事實是如此 字幕志愿者 大家可以怎麼叫人